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厌厌夏日 为了避免阳光曝曬 很多人在户外的时候 都会戴上一顶太阳帽 而市面上的太阳帽种类凡多 赤料及遮挡的效果亦不同 究竟应该如何挑选一顶 适合自己的太阳帽呢 在今晚的消费点地 就用专家给一些建议我们 夏日阳光猛烈 紫外线指数偏高 公众再进行户外活动时 可以戴上一顶能够防日晒的太阳帽 而防晒系数高的太阳帽 防晒效果越好 太阳帽有宽阔的帽边 可以增加保护头部 面部和颈部 如果头为较小 但又要遮盖范围较大的帽 就要选择可以调教帽内框的大小 由于太阳帽的布料 多数是采用聚姿纤维或棉质 以防日晒为主 透气程度一般 但如果要挑选戴得舒服的帽 最好是能够透气 有凉快感 可以摘叠 而且不会遮挡视线 适合戴上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 至于男性的帽 要选择尺马大小 适合头部形状 也有通用的法则 此外 加拿大制造帽的价格 要比其他进口产品为高 一顶造工精细的帽 差不多要100元 因为要符合品质和环保要求 而帽店东主Andrea就总结 在选择帽的时候 首先都是要选择心头号 It needs to be comfortable If it's not comfortable You're not going to wear it And then it's pointless Right? And you like what you like You love what you love It's okay You just have to own it when you wear it 今晚的消费点滴就说到这里